Hello Hello 我是Yvonne 今天我就嘗試希望在外面做一個影片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喜歡看到一些綠色的東西 還有希望看到很多的陽光 其實外面非常之困難 因為你會聽到很多的雜音 特別是很多的車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都喜歡 視覺上會舒服一點 彌補我的不足 靠這些美麗的大自然環境 這次我說的主題就是 延續我上次在2月19日說的Swift 其實如果你有看上次的Swift 你就知道其實是挺有用的 因為其實我們用Swift Code 做店會已經用了很多年了 但是不是很多人都去理這件事 所以在2月19日那天 我就簡單去把我做的Research 和大家分享 就是讓大家知道Swift的由來 和Swift Code的結構 在我的影片裡面 我已經講解到國際間 是可以怎樣利用Swift 來制裁普京和俄羅斯 而最糟糕的情況 就是有可能他們會凍結他的資產 那 unfortunately 在2月24日 真是俄羅斯對烏克蘭 烏克蘭就有一個行動了 發展到現在 就真的用Swift去經濟制裁它之餘 也是凍結他們的資產 所以今天已經是3月7日 明天就是三八婦女節 我希望天下間的美女 都身體健康多一些的症狼 所以在這段日子 大家也會比較多留意 就是CIPS結算中心 如果你有留意我之前講解的影片 其實Swift的全名是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orry 因為很多雜音影響了我 全名是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中文就是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 即是說它只是一個負責報紙 全Message的國際銀行間專屬的電報公司 它是沒有權限做結算的 它真正是需要兩樣東西去同時並行 就好像我們再之前所說的bought train一樣 就是要有一個Message 一個統一的Message 而電腦學可以識別到的 發佈這個信息和 command 就是Swift 另外就是當地國家的結算中心 例如美國就是CIPS 中國就是CIPS 這個就是結算支付系統來的 這兩樣東西同時 在一起才可以完成一個電腦的工作 所以Swift其實是沒有權限做結算的 所以現在就開始多些人認識結算 或者支付系統這件事了 也有很多人討論 就是俄羅斯不用Swift 是不是可以直接透過類似CIPS 來做這個支付系統 因為美國已經不侵去玩 所以今天我也講一下 CIPS 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 更加要認識 是不是 其實它的中文名稱 就是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英文就是Cross-Wat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簡稱就是CIPS 其實這些天氣 要成立的目的就是 因為中國也意識到 要將人民幣國際化和規範化 以前它慢慢成立的時候 海外的中國銀行 去做跨境支付 其實都是比較像打油役一樣的 有些就會根據當地的要求 比較轉接一些 去做跨境支付的 但是中國覺得始終都需要 好像其他歐美國家 有一個系統的結算中心 或者支付系統 然後再透過Swift 來跟世界其他銀行去做接軌 所以他們決定成立CIPS 其實我之前說到 Swift很久的歷史 因為原先是1973年 他們開始構思 都幾十年了 但是中國的CIPS 歷史就不是很長 這個系統其實就是 2012年4月12日開始建設 那它呢 如果在這段時間 直至真正去能夠運作 就是去到2015年的10月8日 上午才是正式的啟動的 那當初其實它設計這件事的時候 剛才我講過 不斷重複了 就是希望人民幣更加國際化 然後就統一這些跨境系統 然後再跟Swift接軌 那樣的 但是呢 其實在2015年它推出來的時候 那個feedback 又不是說非常之好 特別香港有很多金融的 金融的專家 和國際的專家 對它都是over的期望 就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期望 因為它當初就想著 因為其實中國那段時間 都已經發展得很厲害的經濟 所以它覺得呢 就應該好像 是可以一推出來的時候 做到好像美國的CIPS 那樣呢 就是面面都可以的 什麼都做到的 那如果你每樣都做到 特別和國際之間的交易 是做得很厲害的話呢 其實好像美國那樣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美國每天呢 是將近1.5萬億美元的交易 是每一天 那所以呢 他們呢 就對這件事呢 有很高的期望 以為中國的CIPS 是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後期呢 就 原來不是 它是循步漸進 而我也是很 購買這個循步漸進的 因為雖然當時呢 中國的經濟呢 是非常之好 但是 你在一個新的領域呢 凡事你都不可以太急進 就是譬如說 就算你是一個 很經歷的駕駛員 或者你是一個 很經歷的駕駛員 那如果你是 駕駛一架新的車 不是你的時候 又或者你駕駛一個 新的相機 一個新的牌子 你都會小心翼翼 還有呢 你駕駛都會開得慢 因為 這個是一個 這個才是正確的態度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就 它的 2015年 一開始的時候呢 它就不是紅心撥撥的 它就是 就是 將目前零星散落的 全球的中國結算銀行 就進行人民幣 去好像提供一個 補足 和一個 統合 統一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將它整合了 那甚至乎香港呢 這些資訊在香港發佈 但是 身邊它是香港人發佈 那在香港有一些資訊 甚至乎 是說 這個系統 就 內容就沒有什麼了 但是呢 都有交付的壓力 那 當時 就他們這樣說 我相信現在 如果它看回 CIPS那個重要性 和那個發展 我覺得 它一定是看錯了 那還有呢 它當初的時候 時間的設計 可能大家都沒有留意到 其實呢 時間區分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在說的是 Rating 那譬如說 如果你自己有一個戶口 你的戶口 有港幣 有人民幣也好 如果你就算 在自己的account裏面 想轉錢 港幣轉人民幣 其實很多時候 你都是一定要4點前的 要不然呢 你是做不到 因為它 國際的Rating 是9點至4點的 就是那個 那個 跟那個金融的股線 所以 其實CIPS 當初的工作時間 盡量 都是和歐美 有一些時間 是重疊的 所以這個 就是它 都有考慮的 細心 另外 有一個 評論 也是非常之有趣 就是一個 不看好的評論 我為什麼要說出來呢 我希望大家記住 這個評論 就是說 雖然 CIPS 就不太可能 對Swift銀行的系統 構成這個威脅 但是現在看它這樣 就是做到這麼少事情 就對於上海 要奮力 趕超香港離岸人民幣 就是中心地位 仍需要很大的努力 就是它不看好 上海那邊 可以超越香港 這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記住 特別 今年的年尾 最遲 你就會發現一個很大的轉變 而這個轉變 在這一刻 我是不能說的 就算我講 都會被人擲 或者 你們都會覺得我沒有根據 但是你可以記住 這一段說話 因為 今年的年尾 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甚至乎 一會兒我會說 雖然CIPS 和Swift 是簽了合約 但是今年的年尾 和Swift的關係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所以其實2015年的時候 他們對於CIPS的期望 是非常之差的 亦都叫做 將它看低了 又不是看低的 可能他們期望太高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之正確的 好了 那時候2015年 10月的8日上午就正式啟動 當時就有19間的直接參與者 和176間的間接參與者 什麼是直接參與者呢 比如說一些很有歷史的 中國銀行 建設銀行 中國本土的 具實力的 就是直接參與者 間接參與者 就是類似摩根大通 這些很有歷史 但是又不是屬於中國的 但是它又在金融上面 已經是需要和它接軌的 就是這樣 其實呢 直至到2016年3月25日 系統才與SWIFT環球銀行 金融電信協會 簽這個量解備忘錄 是正式合作的 其實你會看到 中國真是很厲害 因為它2012年才設定 2015年 去統合全球的跨境 就是中國的銀行 2016年才跟SWIFT 去簽備忘錄 記不記得我上一條片說過呢 SWIFT裡面是有25席 華視人 那它是怎樣佔有一席呢 就是如果你的國家 是用SWIFT厲害 就是你很多的訊息 那你的量越大 你就可以佔有那個席了 所以其實 美國是可以佔有很多席的 但是幸好它規定 每一個國家只能夠佔兩席 所以美國也是佔兩席 英國也是佔兩席 但是中國在2016年 才與SWIFT正式的合作 但是2018年呢 它的量 就已經可以達到佔有一席了 所以其實呢 中國 在SWIFT的華視界裡面 是佔有一席 即是在25席裡面 它是佔有一席的 短短兩年而已 直到2018年 3月26日 CIPS的系統 就進入第二期了 所以其實它是不斷的去進步 令到它的系統 是更加 comprehensive的 那麼就開始呢 2018年就開始實行 對全球各個市區的金融市場 全面覆蓋 支持全球的支付和金融業務 當時呢 它就是進步 用到ISO20022的部門標準 其實呢 如果你記得我上次的影片說到 其實呢 SWIFT有另外一個名字 因為SWIFT當初成立的時候 它是用ISO9362的 那所以呢 SWIFT 另外一個名字 叫ISO9362 也都叫做SWIFT-BIC 就是Bank Identified Code 這個是傳統的舊名 那你剛才聽到我說 2012 然後2015 2016 2018 所以到今時今日呢 這個CIPS 中國的支付系統 跨境支付系統 它是符合了ISO9362 ISO10383 ISO13616 和ISO15022 和ISO20022 所有的要求 所以其實呢 是非常之 一個全面的系統 那 有些數字是不錯的 所以呢 我一定要看貓子的 那去到2019年末呢 其實呢 它也都再次有一個大翻身 因為呢 大家都已經知識到呢 就有一些大數據 又或者是一些的 開始的電子支付的萌生 那所以呢 它也都再有一個大的整合 那在2019年的末年 那CIPS的系統呢 已經是有33家直接參與的了 有9803家呢 就是間接參與者 那它的業務已經覆蓋到 是167個國家 和3000家銀行的了 那已經是很厲害了 那去到2021年的8月 即是去年的8月 那CIPS的系統呢 去到有一個超過雙倍 那已經是有67家的直接參與者 1144家的間接參與者 那業務呢 就已經覆蓋了175個國家 超過3500家的販人機構 就是銀行 和包括這個金融機構 那已經是有212萬筆的訊息 就是這個指令或者command 記不記得我剛才所說的 Sweep呢 就是你越多用這個信息系統 你就越佔有一席位 那所以我覺得很快 中國又會佔第二席位的了 那它呢 那它呢 有212萬筆的訊息 那交易金額是達到 51萬億元的 51萬億元 講的是2021年的8月 那好了 那 那 那 2019年呢 它和Sweep很朋友 簽了這個系統 那 但是我希望大家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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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年尾 和明年的年頭 它和Sweep之間的 明瞭的關係 以及剛才我所說的 在2015年 有些人 覺得它是沒有辦法 去 和香港的 結算做 competitors 那你可以留意 今年的年來 再給我一個留言 好了 那因為這件事 這麼重要 那所以我也想大家 去和我一樣 去學習這件事 就是 在2019年呢 那它就 中國樓拉大隊 就和香港的 Sweep的子公司 製造了一件新的東西 那這個新的公司 就叫做 金融網關信息服務有限公司 那一會兒我會寫在下面 那這個有限公司 Sweep Sweep是佔有55%大股東來的 而中國人民銀行 清算總中心 那這個其實是最上級的 就是CNCC 它就佔有34% 跨境銀行支付清算有限責任公司 CIPS 就是5% 那這個是針對跨境的 那而中國支付清算協會 PCAC就佔3% 那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 而DCI大數據 就佔35% 那這個是更加一個進步 因為從傳統那裡 更加考慮這個大數據 那這幾點呢 就讓大家更加認識到 中國的結算 和它的跨境支付系統 有很多的名稱 動向 那將來 譬如說 用商業的角度去講 就是 不基於這個戰爭 俄羅斯 是否直接 skip了Sweep 是可以直接透過CIPS 去做這件事呢 那其實如果將來 中國繼續有更加大的發展 那其實不單止俄羅斯的 有很多 那變成有可能 它會慢慢承認 就是和 就是變成你不是一個單一 只是被Sweep 控制了 那我又不可以說 叫控制的 因為人家這麼成熟 就當然是會方便的 多人用的 但是 凡事都是 有第二個選擇會好 那今天呢 就是 又是講一下這件事了 那希望大家覺得 有用 這個Research 下次見 最重要 身體健康